水神漱口水也可以輔助口腔清潔喔 甚至還可以降低牙周病的發生率 我現在就來使用看看囉 每次含20毫升的水神漱口水 30秒後吐出 不用再用清水漱口喔 水神漱口水 榮獲國家品質認證標章 可以幫助維持口腔清潔 大家在飯後刷牙之後 也可以使用的是水神漱口水 來輔助清潔牙縫間的死角 幫助降低牙周病的發生率 同時也可以幫助去除牙峻斑喔 現在還要告訴大家一個好消息 水神漱口水 在中間電商平台快點購 獨家分售 如果你喜歡記得趕緊下單 同時也可以使用我們的推薦代碼 CTI717 全部都是小寫的 可以上有折扣喔 歡迎收看CTI TALK 國際學友對決 大家好我是林佳元 請大家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 憧憬全世界的發燒榜 一起來衝百萬訂閱 說到中國大陸要歡迎20大 最近可以說是國力展現 很多領域不只是彎道超車 叫做換道超車 意思就是說其實像是電動車這一類的 是換了一個領域變成第一名 像這個汽車 中國大陸出口在8月份的時候 還贏過了日本 所以這個製造業 汽車 還有包括電動車還有造船業 很多都是從零到世界第一 好現在看到中國大陸崛起了 美國加大力度要來圍堵嗎 比如說晶片這塊領域又要來圍堵 中國大陸了 但是又能圍堵多久呢 再來看到是說 來看到包括了 美國現在是不斷的給武器給烏克蘭嘛 叫他反攻 現在呢克利米亞大橋被炸了 那烏克蘭還說下一步還有的呢 那誰在逼普丁來進行核攻擊嗎 然後呢拜登這個時候又看到 他在講這說末日核危險 結果呢讓馬克宏很不為然 表示說呢你不能講話這麼的輕率 另外呢馬克宏也抱怨說 美國你怎麼那麼沒有道義啊 這個呢給這個所謂天然氣 結果是賣了4倍的價錢那麼貴啊 再來看看除了這個能源議題之外 歐洲現在是在戰爭 下一個戰火會不會來到台灣亞洲呢 大家也很擔心 尤其是來看到美國的意圖非常的明顯 要讓台灣當豪豬 然後呢如果發生戰爭的話呢 要把台積電的工程師撤回到美國 然後呢還要把台積電給炸掉 結果呢你真的會出兵嗎 中國大陸售出了東風系列導彈 還有呢這個所謂的中段反導的攔截系統 意思就是你的導彈我攔截得到 所以真的美國開戰的時候 會來幫台灣嗎一個大問號 接下來介紹今天重量級語談人 前立法委雷倩 主持人好 觀眾朋友都在平安 前立法委員郭先生亮 大家平安 前駐紐西蘭大使接吻集 嘉遠好 大家好 好 首先就來看到 歡迎這個所謂的二十大 重到最近可以說是國力展現 譬如說來看到幻道超車 這講的是能源車的這一塊 中國大陸來看到其實他呢 譬如說比亞迪超越了特斯拉 全球第一 在二零二年第三季度呢 比亞迪來到了多少呢 五十三萬多輛 然後呢特斯拉呢是三十四萬 所以他贏了特斯拉 另外呢在汽車這個領域 大家知道日本是非常強的 但是在八月份的時候呢 沒想到中國大陸汽車出口多冠啊 全球第一出口來到三十點八萬輛 環比增長百分之六點二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里程碑 因為贏過了日本 日本呢經濟非常慘 現在因為美元升值的關係嘛 GDP不到四兆美元 還要跌到多慘呢 好 中國大陸呢 能源車的這一塊真的是崛起了 譬如說2022年的七到八月 中國大陸新能源車電動車 佔了全世界百分之六十九 連德國最大的租車公司SIST 還宣布六年內要採購十萬輛的 比亞迪的電動汽車 還被說你是賣國啊 結果呢拜登現在呢 要推出所謂晶片的新限制 又要來限制中國大陸晶片 打壓他嗎 然後呢可能會限制中國大陸 取得用在超級電腦 或AI人工智慧的運算晶片 讓他不能發展 無人自動駕駛的技術啊 亮哥 你怎麼看這個最新的發展 這個 這個晶片事實上 有關人工智能自動駕駛的部分 還算小的 OK 他最近公布這個 針對中國大陸的企業有31家嘛 那 事實上他裡面有幾個規定是蠻 這個我們 我真的沒有辦法算出 他的衝擊會有多大 比如說他有一條叫做 你如果不能夠證實你的來源啊 那 基本上那樣的公司 美國企業基本上都不能交易 就是他你根本不能做商 這個貿易上的往來 那我覺得這裡變成說 這個有點類似新疆的做法 就你要主動澄清 你的來源絕對是clean 就有罪推定論 對 就是這樣 否則我不能跟你做生意 那這個會造成極大的困擾 因為我已經收到一些 證券公司的研究報告 他們認為台灣波及的公司非常多 就是以前沒有這個東西 現在如果說 你要先證明你是clean 那才能夠跟美國的公司 進口一些必要的設備 或零組件 這第一點 第二點就是 它波及的範圍 以前我們知道 在14奈米以下 那個指的是邏輯晶片 對 它現在連那個 記憶晶片都納入了 記憶晶片 包括Flash也納入 DRAM也納入 所以這個當然又是殺另外一片 所以事實上 美國有好幾家企業 它也是首當其衝 因為它對某些非成熟製程 就是比如說記憶晶片 它就是首次納入 那比如說我們看禮拜五 禮拜五美國的股市 AMD就跌了13.8 這個是很大的跌幅 台積電的AD也跌了4%左右 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第一個就是不知道波及的 相關的廠商的訂單有多少 因為總歸到最後一定會到最上游 最上游就是台積電 AMD都中了 未來可能還有製程設備 也一樣會中 我看認為軟體也會中 所以我真的不知道 美國商務部的BIS 怎麼會下這麼重的手 我覺得這個一定會引起 美國企業界的極大的反彈 可是現在就是有點 我覺得就搞明粹 我講白了 就是 事實上我最近也聽到另外一個說法 這個譬如說針對OPEC 美國也是不滿 參議院已經通過那個 把OPEC當作反壟斷訴訟 讓美國司法部可以去執行 相關的訴訟 你在干預油價之類的 對 參議院已經過了 現在要送到眾議院 本來白宮在擋 現在也不擋了 就因為他給他OPEC Plus 給他減產200萬桶 要報仇了 所以他現在就完全民粹化 相關的企業到底衝擊多大 我坦白說 這個就是美國 你硬要用政治來干預市場 你就準備自己的市場 就進入一團混亂 因為這裡面有太多不確定性 所以我覺得 為什麼禮拜五 美國的股價會暴跌 尤其是拿史達克 暴跌成那個樣子 這個我覺得坦白講是 我認識的所有的朋友 都覺得莫名其妙 就是他們進場買美股 都買很久了 都沒講到會發生這種事 就美國怎麼會突然來一個 變成說有罪推定 你要先證明你是clean 然後對於這個記憶晶片 坦白講跟演算晶片 邏輯晶片 不太一樣 那個坦白講敏感程度沒那麼大 那跟人工智能又不是有那麼密切的關係 那怎麼會害怕成這個樣子 所以我認為 所以有人用一個詞來形容美國 昨天BIS 是商務部公文 他說這個叫做硬脫鉤的做法 逼著你脫鉤 硬脫鉤 可是他一定會 坦白講是智商8000 商敵1萬智商8000 OK 對 因為大陸買的是最多的 然後你不讓他賺這筆錢的話 美國企業也是很哀好的 尤其來看到美國現在就被講說 你不斷的圍堵大陸 欠解你怎麼看 包括這個電動車發展很起來了 另外寧德時代現在也是 鋰電池的世界第一了 比如說 寧德時代全球佔比是來到了 2019年是27.87% 但是到了2022年的時候 他已經佔比到34了 韓國三大廠加起來才26 所以他一加就已經世界上最大了 另外他也是出口爆款的產品 就是鋰電池了 然後出口已經來到30多個國家 你看每年所謂的GWH幾瓦石 都是不斷不斷的增加 代表他是個往上的趨勢 電動車也是個往上的趨勢 好 美國這個時候就寄出 AI晶片的新限制等等了 不讓他用這些 所謂高階的一些晶片嗎 尤其來看到CSIS的戰略科技主任 路易斯就說 自動駕駛技術就是 中國大陸跟歐美 現在技術差距比較小的項目 有機會彎到超車 你看美國就開始來賭了 你看中國大陸百度 騰訊 阿里巴巴 都在研發自動駕駛 好 那亮哥剛才說了 這些所謂的清單等等 真的好多 美國國防部列出 大疆13個中氣黑名單 另外長疆存儲 也被商務部列在31家中氣當中 沒有經過核實的清單 意思就是你要跟他出口的話 你都要證明你是clean的 結果美國半導體協會就開始說 希望這些規則能夠有一種 不會導致對美國創新造成 意外傷害的方式實施 意思就是亮哥說的 自損8000 我先講晶片再回頭來講電動車 因為上個禮拜有一位非常資深的 美國科學家 他叫George Ku 中文名字叫顧平山 他就寫了一個叫做 美國正在推動一個 Rule Based Disorder 我們常常說美國說有規則的秩序 Rule Based Order 可是他說美國在CHIPS這件事情上 正在推動一個叫Rule Based Disorder 我上個禮拜看的時候我就覺得 這個George Ku講的實在太有道理了 那個時候他寫的時候 還沒有10月7號這個重炮 這個重炮這個BIS的攻擊 他用的是國家安全跟外交政策 所以你看他難道不是說 美國要用他的重權 去做一個Rule Based 可是他最後會造成的是Disorder 是一個非常混亂的 剛才亮哥其實講得很好 我把它再整理一下 因為他可以解釋為什麼AMD那麼慘 因為美國這一次他分成幾項 一個是對設備廠商 他說設備廠商不可以出口給 中國高端芯片的全資公司 就是說從設備廠商到製造商這裡 他先畫了一條NO 這個受到限制的就是 剛才有講過KLA LAM Applied Materials 可是其他的他又說了 像其他的公司 如果是將來會去做高效能運算的 這種High Performance HPC的話也不行 所以他將來會給信 去給以下的這個設備廠商 在美國大概只列了兩個 一個是NVIDIA 一個就是AMD 所以難怪那個AMD的股價就中錯 就是設備廠商這裡 不能賣給芯片製造商 一部分是他們認為是中國大陸的 高階的 或者是全資的 好 那麼他們可能會說他可能有國家的 參與啊等等 那其他的話呢 如果要去做高階的晶片呢 如果你賣給像TSMC 我們的台積電的話 你要確定 他不能再去賣給 中國大陸的超級電腦 好這你就可以看到 他在整個鏈裡面 這個供應鏈裡面 他下了一個又一個的關卡 那麼因此呢 在像TSMC 像NVIDIA或AMD去下訂單的時候 或是他們前面 向後面下訂單的時候呢 就要確定他最後賣給別人的人 那些人不會去做超級電腦 那理由是什麼啊 剛剛不是講了說 國家安全跟外交政策嗎 理由是這些超級電腦 會用來設計軍武或者是核武 那對不起啊 美國一直有超級電腦 所以說他現在說 好他們如果要去設計軍武跟核武的 你不能賣給他 那大家就問啊 超級電腦 如果你要用超級電腦來定義 目前的定義是 每秒100兆運算 然後在41000立方尺 那個小小地方 如果你要用超級電腦本身來界定的話 那對不起 阿里巴巴呢 騰訊呢 百度呢 或者是大家喜歡的TikTok字節跳動呢 所以說如果你只是用 這個電腦是不是個 Super Computer來定義的話 那麼其他的東西到底會不會受到波及 所以就很多人就開始討論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呢 他是從設計設備商到芯片製造商 到他的 他的中端用戶 中端用戶他又用是不是做超級電腦 那種High Performance 來做了一系列的圍堵 那這個當然就是美國認為他除此之外沒有辦法去捍衛或者是保護美國的強勢 沒有辦法阻止中國大陸的芯片跟他的新的超級電腦也好新的產業也好高端的製造的智慧和智能的人工智慧的這些東西的繼續發展 所以他才會出此下策 他有92家超大型的企業 中間有17家都是跟汽車相關的 所以你可以知道 在日本的整個工業核心裡面 他當然還有很大的重工 我常常說這些重工呢 就直接可以進去做軍武 可是他的一般的工業裡面 日本的精密工業其實已經喪失了他的競爭力了 那麼現在他最重要的是汽車工業若是通通挪到了像剛才嘉遠講的比亞迪這種電動汽車的話 那麼日本的汽車業還剩下什麼未來 他們當初去把他的整個的未來就是堵在氫能源的汽車上 可是目前現在的發展看起來並不是那個方向 所以日本就要去往前走 德國也是一樣 德國一年要去出口或是製造1300到1400萬輛的車 那你現在已經看到德國的汽車的市場 歐洲的汽車市場 你從電動車看起來 你就知道他是不斷的在萎縮的 所以在這個萎縮的狀況之下 若是他沒有發現或是找到一個新的市場 那麼他將來他的競爭優勢剩下什麼 我記得嘉遠好像有講過 如果我們看最近的這些數字的話 電動車2021年到2022年的1到8月 中國大陸的出售是331萬到366萬 那麼歐洲是219萬到140萬 就是2022的1到8月是140萬 北美呢 2021年只有70萬 2022年的1到8月只有69萬 這樣聽起來還沒有什麼感覺 我們做個倍數比 2021年PRC 中國大陸的電動車跟歐洲比是1.5倍 他是美國的4.7倍 2022年的1到8月 他的電動車 中國大陸跟歐洲比是2.6倍 從1.5倍到2.6倍 然後跟美國比起來變成5.3倍 難怪在匯豐銀行HSBC他就說 到了2025年的時候 中國大陸的新的車子裡面有30%是電動汽車 電動汽車電動只是第一步 再來就是自動化智能化 也就是所有未來我們想像的那些 AIoT人工智慧 這些全部連在一起裡面 最大的一個平台就是汽車 還有一個我今天哪一個圖表跟大家比 大家就知道 如果我們真的要解決全世界的能源問題 這是在最近的我在9月找到的一個數字 是那個WEF就是世界經濟論壇裡面 有一位叫Victoria他寫的這個文章裡面的表 你可以看到我們用的石化裡面 其實很大的一塊 這上面是汽油天然瓦斯煤 好這三大塊 油天然瓦斯煤 然後他用在什麼地方呢 最大的一塊 這是用美國的數字看 最大的一塊就是Transportation 是我們的汽車 就算你去打死了所有的家戶 叫他們統統改成太陽能板 企業的工廠全部都改了 原來沒有辦法解決的問題是 你知道這麼多的汽車 還在用油的這個問題 所以它不是今天的優勢 它是明天的優勢 就是家人講的換到炒車 在我們從煤變成汽油的時候 就是第一次到第二次的工業革命 然後從汽油再換到新的能源 現在我們正在進行一個 完全新的工業革命 每一次的革命 舊的成功的公司國家 它可能會在一時之間 能夠擁有很多的訂單 可是等到整個的產業轉的時候 他們的市場會完全消失 我覺得這就是為什麼德國 對於中國市場這麼在意的緣故 還有美國的特斯拉 美國雖然說國外進口的電動車 不可以享受美國的補貼 可是他們自己本身的市場 已經非常小了 所以他今天如果要去在全世界 跟其他的競爭對手 去爭他的對手最重要的 當然就是中國大陸 是 當然 中國大陸是一個最大的市場 尤其是在電動車 新能源車這塊領域 這個數字就非常的明顯 來看看 再看一次 光2021年 當然未來變336 最近是336 中國大陸是331萬輛 到了2022年已經到了366萬輛了 所以中國大陸的電動車是往上的趨勢 歐洲跟美國在萎縮的趨勢 好 中國大陸擁有這麼大的一個 電動車的市場 代表他在發展這個領域上 未來都是在往前進的 待會要請大使好好來講一下 美國推出這個圍堵晶片 但是你的人才又不在美國 我問你 你是不是乾脆賤女人上座船了 不用再演戲了 你說你說不了這個賤女人 你要跟他離婚是今天對不對 你說他一點用處沒有 他是一個老女人 他生不出孩子 聽起來 白症浩想利用農夫也太急出來 李主恩在他的日記裡面有提到 爸爸的死沒有那麼單純 有可能是背景方案是 徐炳耀肯定知道什麼 朝一至中午晚間8點到10點 中興娛樂台 台灣X檔案 好 剛才倩姐特別講了 電動車的這一塊 中國大陸未來自動駕駛這一塊 要往前進的時候 結果美國就來這招卡脖子 這個所謂的他們的卡脖子 這非常的detail 一定要練給大家聽 他說未來包括出口設備 可以製造18奈米 或者以下的DRAM 128層以上 或者是NAT FLASH 還有14奈米以下 羅集晶片這些 給中國大陸廠商 你就必須要申請出口的許可 你看 講到這麼的detail了 另外再來看到 這個趨勢就是告訴大家 中國大陸是往這個電動車的方向 來前進 然後你美國推出這些 這些所謂的卡脖子 那你真的能夠卡多久呢 來看到是說 美國自己這邊有 國防雜誌就說了 說半導體行業成功 不僅僅是需要 那個晶片法案 專業人才才是最核心的一環 美國合格高科技人才 嚴重的短缺 好 你美國天天圍堵中國大陸 華裔科學家 中國行動方案嘛 結果來看到好多的華裔科學家 回到了祖國 來看到尤其是這一位 非常重要的華人首位的 菲爾茲獎的得主邱同城老師 他就是回到了中國大陸 2021年有1400名的華人科學家 放棄原有的工作 返回中國大陸 但美國大使他還是不斷的圍堵 貿易上也是 戴琪就說 拜登政府要調整過去的貿易手法 產業政策就是再平衡的努力 然後我們要更新腳本 讓更多人參與 更大的蛋糕當中分得一份 還說美國必須要對基礎建設 投入更多的投資 大使你怎麼看 所以他做的跟他有很多矛盾的地方 對 你一方面你要打壓中國大陸的這些 產業的發展 科技的發展 可是另一方面你又把在美國 這些中國大陸這些過去的 所謂人才外流的頂尖的 科研也好 教學也好 那麼這方面的各行各業的科技在 去年就趕回去1400 美國要問問說 為什麼這1400個要回去 過去幾年為什麼不回去 這個是從川普時代就開始 他們對在美國的工作的 華人科學家這些教授 他不信任 採取了很多這種額外的這種騷擾 甚至是什麼 是一種迫害的情況 其實在美國的華人這些 有科技背景的這些人 本來就受到比較嚴格的管制 本來就已經 可是美國政府破壞這些 華裔的科學家 不是今天才開始的 這其來有志 以前我們一個台灣的科學家 在美國也被破壞 後來他是向少數被破壞 因為中國人好面子 碰到這種事就不吭聲了 他是被破壞以後 他整個起來反抗 後來得到整個社會的一個支持 那麼他才得以平反 我自己在美國服務的時候 我就碰過也是我們台灣去的 他被美國政府關了好多年 他基本上就是在那個時候 大陸開放的時候 他去大陸做了一些學術研究計畫 那麼他的這個服務的單位 就保防單位就認為他把這個 服務單位的機密帶到了美國 然後就把他涉入到這個什麼 涉入到這個什麼 涉入到這個司法的案件 最後被判刑很多年 關出來 可是他被關他 除非很少的人他才會講 要不然他就都不講 那麼他事實上 我們私底下碰面的時候 他就說我完全被冤枉了 我就想你被冤枉你為什麼不 你為什麼不尋求你的司法救濟 那就是一個中國人的心態 就是沒面子的事情 跑去坐牢了 這個 不要宣揚 而且他也從 他也完全認識了美國社會 美國沒有所謂的司法獨立 沒有什麼司法人權 你涉到這種國家 針對你個人的 美國這種談到愛國主義相當的 這些相關的案件的話 美國司法沒什麼獨立性 所以這種被這種 被這種怎麼講呢 遭到美國司法無端迫害的 華裔科學家真的太多了 那麼前兩年大陸還有一些 前幾年大陸還有一位 很有潛力的一個物理學家 也突然離奇死亡 那誰都不知道怎麼死的 那麼所以這種案子 真的不深眉局 你要推到最 你要推到最前面的話 那這個在二十大戰那個時候就有 前學生 前學生為什麼要毀中國 是 前學生被美國的這個 聯邦調查局無關 無端的這個拘留 然後審訊 最後這叫house arrest 就等於軟禁在家裡面 然後不給他任何工作 精神虐待 然後希望他不接觸 最尖端的這個 這個所謂導彈技術 好多年了 最後他為什麼能夠回到中國 最後因為韓戰以後 大陸跟這個美國 在日內瓦進行談判 這個中間 中國大陸知道前學生的case 前學生透過很多管道 跟他的家人聯繫說 想要離開美國 那才在這個這樣子的一個高階的談判 外交談判界 特別提出來前學生 所以後來前學生想辦法 經過了很多方式輾轉回國 那時候想回去都不行 美國還要把你扣在美國來 所以現在這些1400華人科學家 恭喜他們還有辦法 還有辦法回得去中國 還不像當年前學生這樣 我想如果說 他的研究項目太敏感的話 我想他可能會受到很嚴格的 嚴格的這種怎麼管制 這種從相信美國這個體制的 當時去美國留學 然後在美國留下來工作 成為美國國籍的這一批 當時中國的精英學生 後來變成美國的精英第一線科學 他們應該有一種感觸 這些人可能都已經拿到美國國籍 他大概心裡面最哀嘆的是什麼 他被他自己的國家所懷疑 這是他可能當時去了美國的社會 受了美國的這種意識形態的這種 這種怎麼講 教育 他不親身經歷 他沒有辦法知道 所以我是覺得 這1400名華人科學家 真的不如歸去 何必在那邊 美國那個社會 你求的是什麼 你說科研的話 現在大陸能夠拿得出錢 能夠做很多計畫 事實上都不會比美國差 我前一次看一個報告 日本很多科學家 現在去大陸工作 因為在日本 他的尖端的科研項目 日本找不到方菱 中國大陸願意去 所以我覺得科技的事情 基本上就是說 一個你要有計畫長期的 在這種冷門的 甚至不是第一線的這種科技上面 你能夠願意去長期投資 那你就會吸引很多科技家 科學家這種一流的 這1400人我覺得是美國政府 自己的政策造成 不過我們剛剛提到 就是說美國這些科技管制 其實我是覺得 他的決策的程序是很清楚的 第一個 他先挑定是哪一些項目 他不願意被大陸 他還領先 他不願意被大陸超越的 他認為是關鍵的 會影響整個國防 國家安全 甚至經濟發展的 這裡面你看他這次 無人機的技術 對不對 無人機你看他就大疆 就被他們制裁 這是他們很認為很關鍵的一個技術 第二個 生技業也有 這些生技的話 事實上過去是美國植牛耳的 現在大陸生技也趕得滿快的 所以這一方面 我覺得除了國安 他還有經濟力 因為這塊是美國獲利最大 美國在這個生技業 這個利潤是美國事實上 可能我覺得現在很主要 一個獲目獲利的一個部門之一 還有就是AI 這個AI事實上人工智能 現在在電動車裡面 它就是一個很重要的項目 因為這一次的話 現在中國大陸也很重 於自動駕駛的這個部分 可自動駕駛有些高端晶片的話 還有一些所需要它的供應商的話 現在也在美國打擊的範圍 還有網路資安 比如說人臉辨識這些東西 監控系統這些 除了剛剛講的超級電腦以外 它也都是美國在雲觀 大數據 這都是美國要列入 就怎麼講 遏止中國大陸 超越它的幾個項目 所以它一系列下來 它就名單 手段就出來 目標定得很清楚 就這些項目 然後名單 哪一些公司 我要把它 我要斷它的怎麼樣 斷它的貨源 斷它的資訊源 斷它的一切 然後最後再鎖哪些項目 我覺得它是一個很精準的打擊 可是問題就是說 這些是不是今天中國大陸 就經過在美國 被美國插入脖子以後 中國大陸就發展不起來 我也不是那麼悲觀 我是覺得就是說 我們中國一句老話就是 國無敵國外患者很亡 公司無挑戰 無扼殺 也不會進步 那你就要逼著自己進步 那就想全盤性的 那我就覺得電動車這個產業的話 中國大陸真是異軍突起 那我覺得這個中間 為什麼中國大陸會這麼快 這個其實就是歐 美 日 他們自己本身的這種 這種所謂的這種 傳統的這種 這種發動機的這種汽車 它的包袱太重 你沒有辦法很快的 你就把這一類型的車子 自己從市場上淘汰 因為他們是主力 所以他在推電動車 甚至日本人還搞了 油電混合車 你可能過幾年回過頭 你看後來油電混合車很荒謬 你要就全電 你要不然就全油 搞個油電混合 搞得那麼複雜的機械 到最後你看將來油電混合車 可能根本就沒有市場 它就完全被取代 歐美像日本的話 日本是這種 這種燃油發動機的 這種車子的大國 我曾經看他們看日本的說 日本的那個傳動軸 那個自動的排檔傳動軸 做得無懈可擊 可是你現在換到電動車的話 通通沒有用 對 所以這種一個比較保守的 一個心態就會說 我這些技術 而且我繼承了所有這種一系列的 從生產 協力廠商 到最後什麼 維修 整個保養系統 我如果都要換的話 那我損失多大 所以他們在推動的時候 我想就慢了 所以大陸真的是掌握了 這樣子的一個好的機運 那個數字上 我覺得將來還會更快 因為大陸本身 這個我覺得十四五 就是說這個所謂的這個 這個充電樁都有數據的要求 那個非常明確 所以它的整個環境的 這個友善 電動車友善環境 事實上就已經超過歐美的 歐洲他們講 美國很少看到這些充電樁 你有車子 很多地方不方便 沒有大陸這麼普及 將來大陸本身的市場 如果說大陸將來 自己本身的車輛 就是說載人車輛 超過了30%或40% 這個非常不得了 以現在大陸發展潛力 還是很高 你光這個市場量 你就會讓比亞迪 像這些大的這些電動車 他就已經可以產生了 很高的經濟效益 這個經濟效益 本國市場再去養出一個 用經濟規模 養出一個很有競爭力 性價比都很高的汽車廠 再到國際市場 你請問誰打得過他 事實上我看一個報告講的 事實上中國的電動車 在設計上是比較簡單的 比較簡單以後 他事實上的話他的成本就低 像Tesla人家就講說 那個價格定的簡直是荒謬 成本根本不到那麼高 就是一個暴利 所以他當時賣不出去的時候 他降價都是三成四成的坎 可見他的暴利有多高 所以中國汽車不會 中國汽車很多電動車 價格比較平民化 在這個情況之下我覺得 以Tesla走這個高端 高價位路線 他留下來一邊中低價位路線的 這種市場的車 那就是中國車 而且中國現在已經走到前面了 再用本國的這個 本國的市場 養出一個經濟規模 然後養成一個性價比高的汽車 我覺得如果發展起來的話 真的 可能不要十年 五年以後 你就看中國的電動車 全世界都在跑 沒錯 所以我們今天很大的主題 叫做換道超車 尤其我們這個 今天也很呼應主題 因為沙烏地 阿拉伯 沙特 他也看到這個趨勢 所以他也要進行 在石油上面的一些 不只是賣石油 他也有一些加工的問題 或未來成 這就是中國大陸幫忙的 跟美國不太一樣 尤其想要基建這一塊 倩姐你怎麼看 中國大陸也被說 造船是落後百年到全球第一 造船業驚天逆轉 譬如說這一艘 我們看總長399.9米甲板 35個標準足球場的 這麼大的一個郵輪 然後它是23000標準的集裝箱 可以承載22萬噸的貨物 另外中國大陸集裝箱 這個訂單排到2026年了 另外再來看到造船業 就是很強之外 中國大陸還擁有 前十大港口當中的巴西 中國大陸第一個 它自己有10萬噸級以上 還有深水港有90條 另外大連唐山青島跟 寧波舟山 還有40萬噸級的巨輪 可以傳播的深水港 全世界十大港口 中國大陸有8個 這些通通都是中國大陸的 除了它有8個以外 我記得我們在看陽山港的時候 它可以從龍門吊起來上車 一直到它的集散地 全部都是無人智能化的 所以在美國的港口 因為它有港口的工人的工會 去阻止它自動化 然後所有的船 要在外面排的時候 你看到陽山港 就算是在疫情時期 它也不會產生同樣的問題 那我們今天如果要看 中國大陸的這些實力呢 我常常說我們真的要看到說 它已經不再是由 投入去拉動的一個經濟體 主要是由研發創新 以及它對未來的這些 新的市場開發 而拉動的經濟體 如果我們仔細看 剛才那個問題我想補一下 就是中國大陸的人才 在美國真的是很多 可是2018年開始 美國有一個叫 China Initiative的計劃 就是在它的司法部底下 因為大家都知道 特朗普非常的仇視敵中 所以說呢 有一個專門的中國計劃 去找這些高端的學者 其中包括哈佛大學 一個叫Charles Lieber 他叫中文大概翻到李柏 他的案子關心的人很多 但是除他以外呢 非常非常多的中國學者 在他們申請像NASA的計劃的時候 就會被指控說 他某些中國關係 沒有完整的去陳述 他們中間很多人都受到了逼迫 後來最後是因為 美國有許許多多的大學校長 及高級的知識分子 和所有的華人社區一起的努力 在今年年初 這個三年的計劃才結束 對 就是這個獵巫計劃進行了三年 如果你是在美國的一個研究者 你覺得這個地方對你來講是安全的嗎 這個國家在你的發展中間 可能有一段時候它是最尖端的 但它今天已經不是唯一尖端的 所以我們回頭來看 中國大陸現在的發展 就是過去的這十年 我們常常說 從過了21世紀以後 它的經濟突飛猛進 可是過去十年 它有非常多的大的突破 包括在工業跟信息化這地方 高端化 綠色化 智能化以後 可持續化 這四點都非常非常重要 原材料的部分 大家可以看到 有各種各樣突破性的發展 工業類別裡頭 十個大類 34個中類 118個小 108個小類 118個小類裡面 它是最完整的 所以你有任何的問題 它在內部就可以解決 再來科技研發的經費 從GDP的0.65已經升到1% 而且它的GDP是倍數成長 最後一個是 它現在的製造能耗降低了 智能化的程度降低了 5G加工業物聯網 使得它整個的製造中間 有非常高的科技成分 這些都是換道超車 不只是彎道超車 美國今天就算是FED 可以不斷的去運鈔 或者是它用提升利息的方式 把美金摳回美國 但是它整個的工業的底 還是一個舊的工業的底 造船就是最好的例子 1980年 90年之後 美國就沒有大造船廠了 甚至現在如果你要叫它去做 中國大陸這種造船方式 它就是船段 一個一個船段 分別做了以後 組裝的這種方式 美國也沒有大的造船廠 可以做這些事 所以不光是在軍武的部分 你說中國大陸是下餃子 林武大區可以一下子 一艘完了有六艘可以入列服役 不光是它的軍武 它連一般的商船的部分 都遠遠的勝過美國 我們都知道 平戰轉換是很重要的 所以美國如果還有一個 非常大的商船的製造能量的話 必要的時候 也可以轉成軍武的能量 但是它現在這些 全部都空洞化以後 要重新建立必須要 腳踏實地 一步一步來 這個可快不得 對 可快不得 但美國這個時候說什麼 我們一定要贏過中國大陸 我們基建能力要很強 但是中國大陸 現在已經發展幾十年 已經有成果 譬如說這個造船能力 剛剛倩姐講到 林武大區等等的 2022年交付大陸海軍總盾衛 也是達到10萬隊 蟬聯全球第一 包括三艘的洞55 3B4的052D 還有最少兩艘054A的護衛艦等等的 廣告回來邀請亮哥好好再解釋一下 海其他一定有多點的 周一至中午晚間8點到10點 中間娛樂台 台灣X檔案 好 我們來看到最新的俄烏的局勢 一起來聚焦是說 烏克蘭現在要製造一些相關衝突嗎 逼俄羅斯來進行核武攻擊嗎 會這樣嗎 來看到最新當然是10月8號的時候 橫跨克勢海峽的克里米亞大橋 居然有起火的事件 9號是恢復通車了 這個地方非常重要 因為它是俄羅斯跟 克里米亞中間那個連接的地方 好 另外來看到俄羅斯的議員就說 這是毫不掩飾的恐怖主義 向我們發動 然後烏克蘭的總統辦公室主任 波東利亞各 他還說克里米亞大橋事件 是一個開始 意思就是還有未來 還有其他的嗎 好 中國大陸這個牛潭琴 他特別有分析說 三個警訊 第一個是戰爭會進一步的升級 當年普丁可是親自駕駛車 到克里米亞這個地方去 代表他非常重視這一條 這個橋樑 另外就是越來越沒有底線了嗎 克里米亞事件會不會是 未來你會不會炸 之前看到的北溪 未來會不會炸核電站 還有這是超級工程的警訊 這些攻擊行為 竟然都是一些國家主體 不是恐怖分子 然後拜登現在又講說 什麼核彈威脅等等 警告說核戰的風險 可能是來到了古巴飛彈危機以來最高的 用世界末日來形容 但是馬克宏就說了 發表這些有關的核潛在衝突 你應該要謹慎一點 我覺得 這個責任司機他應該是 秀到了一些訊息 比如說11月15號 這個拜登現在突然改口說 他要在G20見普京 對 他本來是反對普京去的 結果現在居然鬆口說他要見普京 那當然就是談俄烏戰爭 不然你見普京要幹什麼 那烏克蘭在這個情況之下 只要美俄有接觸一定是不利的 只是不同程度的出賣 講白俄 不利烏克蘭 當然 所以烏克蘭當然有極大的誘因 要把戰爭升級 讓美國跟普丁沒有辦法見面 或者沒得談 或者是他要擴大戰爭的規模 把北約給拉進來 OK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而且你要知道就是 11月15號之後 烏克蘭就進入冬天 所以很可能這個俄烏戰爭 就會進入休整的狀態 就是可能要到明年春天 才會有進一步的戰爭這樣 我是講比較大的規模 不然就都是一些 離平心心的攻擊 所以我認為 我認為烏克蘭內部 應該是產生了鷹派 他認為這個局面一定要 一定要讓他升級 不然美國就會 不管是用什麼程度 總之就是會出賣烏克蘭 不同程度的出賣 因為這個事件有點詭異 因為這個事件是這樣 你表面上是看到那個 運油車的火車發生燃燒 沒錯 可是問題就是說 那輛卡車事實上它不是在炸藥 因為你在炸藥不可能上橋 它事實上是在硝酸胺 就是化肥的原料 所以基本上它的清單是清楚的 所以為什麼它可以上橋 重點是有一輛小車 靠近那個硝酸胺的卡車 然後那個小車上面有爆炸裝置 所以等於是引爆了硝酸胺 那它剛好那個硝酸胺卡車爆開的時候 就打到六個地方那個煉油車 被打到六個地方所以就起火 所以我們後來看到的畫面是 那個起火的畫面 可是那個炸藥的 炸藥是從那個小車傳到 那個硝酸胺的那個卡車 所以有三個人死亡 我聽到的訊息是 那個小車上面有兩個人 然後那個卡車上面 那個司機就冤枉死了 重點就是那個小車為什麼上得去 因為你要知道 克里米亞大橋是高度警戒的橋 它有非常多的偵測器 這個小車如果車上有爆炸裝置 怎麼會上得去 這個坦白講 俄羅斯的安全體系內部 我認為出了嚴重的漏洞 所以你讓人家得逞 簡單講是這樣 這個當然有很多謠言 我們現在也不能證實 就是說FSB 你跟國防部是不是出了問題 所以就檢查就馬虎了 或者是沒有想到 烏克蘭竟然也出現了 自殺炸彈客這樣 就沒想到有這一招 這個會非常麻煩 因為如果自殺炸彈客 這開始變成行動的方法之一 那未來就極可怕了 極可怕了 因為你剛剛已經舉例到核電廠 對 札普羅熱怎麼辦 因為俄羅斯已經宣布 札普羅熱核能電廠 這歐洲最大的 已經收歸俄羅斯國有 這個佔了烏克蘭 光是這個核能電廠就佔了20% 所以你想一想 會不會出現一些極端的人 就是說我用不到我就跟你同肺於 玉石聚焚 對 我認為這種思維就會開始出現 也會有一種 在俄羅斯軍方內部也會有一種 極端的聲音出現 就是說連北溪都炸 什麼東西不能幹 就會有這種思考出現 因為後來好像又發生了 德國到挪威那個光纖被炸 就有破洞 有破洞 所以真的 我覺得真的是 這個俄羅斯 烏克蘭 甚至歐洲 都陷入了一種不可預測的 極大風險之中 那拜登又 因為在選舉 所以又喜歡迴言聳聽 一下就拉到了世界末日 對 阿拉格爾 我不知道他準備了什麼 說實在話 因為坦白講 如果真的發生克里米亞這種事情 美國應該是要嚴峻的介入 不能再升高 他如果有真的 他的目標如果真的是要在 11月15號 跟普丁在G20要談俄羅斯 俄羅斯戰爭的停火 或者是進入和平進程 你如果真的是這個目的 你現在真的要嚴峻介入 不然我認為會出事 因為可以攻擊的目標實在太多了 是啊 當然這個很擔心是什麼 尾巴咬狗 以前是狗咬尾巴 現在尾巴咬狗了 現在澤倫斯基被美國這樣 不斷的給武器 不斷的說你要反攻 結果搞了這一出 不知道誰搞的 但是來看到 澤倫斯基這段話也引發討論 譬如說他就特別參加了 澳洲智庫的線上活動 提到北約應該先發制人 打擊俄羅斯 要嚇阻普丁使用核武 先發制人 這個就被講說 這個是要主動攻擊俄羅斯嗎 結果他隔天說 沒有 我的話被誤譯了等等的 但是來看到 這個核武的威脅這件事情 拜登講得這麼的危言聳聽 然後法國你看大使 馬克宏馬上就說 你應該要謹慎一點點 然後這個上皮也馬上說 沒有 我們沒有看到 俄羅斯有用核武的跡象 但是這個時候看到 到底歐洲人到底要不要覺悟 譬如說 像基輔是不斷發出 收復失地的捷報 然後俄羅斯現在是有些 接管領土的聲明 美國這個時候 又開始給了很多軍員 海馬斯等等 拜登現在已經給了175億了 另外美國當然也有些聲音 譬如說共和黨議員這一位 羅森戴爾就說 援助烏克蘭會成為美國納稅人 無法承受的負擔 然後卡達的半島電視台說 美國你絕對不是旁觀者 現在和談聲音越來越大了 譬如說 羅森戴爾就說歐洲安全架構 應該俄羅斯共同參與歐洲 才能實現永久的和平 這個拜登真的是要負很大責任 他用語太重了 他就世界末日都用出來了 在美國講話 用世界末日 這個真的是唯言聳聽 其實一般的這些戰略學者 到目前還沒有認為 這個核戰真的會開打 只是認為就是說 目前下一個階段可能就是 戰術性核武 低當量的核武 俄羅斯可能用在戰場上 還沒有想到 戰略性的核武一起下來 那是絕對相互保證毀滅的 美蘇兩個大國的地球上就消失了 還有什麼懸念 以現在這種戰略性核武的 那種殺傷力的話 那就真的是完蛋了 不過美國的一個總統 這個時候你應該設法想要去 阻止這一場世界末日 你做了什麼 你做了什麼 請問一下拜登先生 你做了什麼 這樣戰爭不斷的怎麼樣 一段升高 不斷的外溢 今天克里米亞這個大橋被炸 其實就已經代表什麼一件事 這已經戰爭以外溢到俄羅斯本土了 這是對俄羅斯本土的一個攻擊 只是說他不是正規軍的攻擊 你現在還不曉得 原因還不太清楚 可是他的基本上 他已經是俄羅斯本土被攻擊 這條大橋是克斯海峽上面的 要看的 是連接克里米亞跟俄羅斯本土的 一個重要的交道 克里米亞也是俄羅斯的國土 這邊克斯海峽這個大橋 這右邊也是俄羅斯的人 所以這個橋就是俄羅斯本土了 國內的 國內 所以這個是攻擊 攻擊俄羅斯本土 只是現在 你不曉得是誰 也很有可能是烏克蘭裡面的激進派 他們這些 這看起來有點像這個什麼 這個炸彈客 自殺炸彈客 如果到這種程度的話 那真的是已經到很危險的 你看到處會引爆這些 這種在關鍵基礎設施 或者人非常聚集 比較密集的 你發現這種自殺炸彈客 或者這種恐怖攻擊的話 這些事情的話就會變成 整個戰爭的性質又轉變 然後不斷的外移 不斷的外移 就不斷的失控 不斷的失控 這個是應該 我是覺得世界上各大國 都應該要出來嚴肅面對的 那美國有嚴肅面對嗎 沒有 就在這個當口 美國新一批的這個海馬寺 還有那種精準制導的那種流彈炮 又6.5億又到了烏克蘭 對 另外一方面 說我已經一共 圓烏克蘭127億美金了 對 然後國內 美國的這個國務院的官員 講話都還是很銀派的 基本上就是要遏止 雖然美國國內我覺得現在 有不同的聲音 各種聲音都出來 可是美國沒有一個明確的答案 現在倒是歐洲的國家 你像馬克宏出來自止 他講的基本上就是講 拜登講話不負責任 對 最近他推出來的 所謂的歐洲政治共同體 他是一個community 對 我覺得他就是把歐洲再拉回來 這個共同體 我覺得歐洲共同 45個國家好 我覺得最大的意義就是沒有美國 你現在歐盟這個27國的組織 你看看現在整個被美國操弄成什麼樣子 裡面光一個誰 光一個三海聯盟 這裡面一個立陶宛一個波蘭 你就可以回過來 就等於綁架了歐盟 對 你歐盟基本上 現在看起來在這場戰事裡面 他是一點辦法都沒有的 他整個是美國的一個 一個政策的一個相互 一個工具 你其他北約完全美國主導 北約秘書長挪威人 他也不是歐盟成員國的 老百姓 人民 你看他鷹派到底 對 你歐洲只有一個令起主照 我覺得馬克宏這個政治的智慧 還是滿高的 他其實很早就在提了 可是他這次 這個歐洲政治共同體 恰得其實 恰如其分 時間抓得真的是非常好 而且你看他短時間一提出來以後 大家四面怎麼樣 豐然景從 對不對 就是說這個大家都來了 他一開始就搞什麼 就搞政治共同體 因為為什麼 其實歐盟過去的整合 漫長的歷史 他是從經濟 慢慢外溢到政治 可是他政治 又變成受了很多影響 因為他這個 他是一個深度整合 深度整合你要談政治的時候 就比較慢 所以有人批評說 馬克宏的這個政治共同體 歐洲共同體 只能怎麼樣 只能談一談罷了 其實我的看法不是這樣 我覺得他一開始就是談政治問題的話 那麼反而大問題 可以在這個架構裡面談 大家凝聚共識 凝聚出力量了 我覺得在沒有一個 所謂一個高度建制化的一個發展 這樣一個背景下 反而比較能夠做出大決定 因為歐盟現在他的決定是 就叫highly institutionalized 就是說他是高度建制的 他怎麼談 怎麼東西 他都很嚴謹的規則跟傳統 我這個要表決 我們就共識決 怎麼樣弄得很多 然後你要提案 你要一個一個去透過很多機制 那是曠日費時 倒是現在 馬克宏的這個倡議 我覺得可以給歐洲 帶來一線生機 甚至說帶來極大的希望 我覺得他會 因為現在有極大的問題 他一開始他沒有直接碰觸 現在歐洲政治問題的根源 就惡物戰爭 可是他一開始先碰觸一個主題 他這次的主題是什麼 能源 這個又顯示出他的政治智慧 先從這個議題 簡單的議題以後 大家怎麼樣 先練個球 然後真正開始比賽 這友誼賽打完了 就直接錦標賽進去 就是進哪裡 就是進這個惡物戰爭 你能源你發覺問題 都在惡物戰爭 你的能源機制 你惡物戰爭不解決 你永遠沒辦法解決 所以歐洲現在我覺得 人們已經不是慢慢的在變 我覺得快速的在變 然後另外一方面 你看我們待會可能會談到 這個法德的領袖 相繼要到北京去 見習近平 對 見習近平 然後梅克爾 退休以後保持層級這麼久 現在講的話 是最重要的關鍵 也就是歐洲不能把俄羅斯 秉除在外 你要談政治 談安全 如果把俄羅斯秉除在外 甚至你把它當成你最大的威脅 甚至開打以後 歐洲永無寧日 這個有利於誰 俄烏戰爭線就看得很清楚 當然是有利於美國 美國在那邊名利雙收 對不對 又是搞到道德制高點 對不對 一副好像是什麼 是現代21世紀的十字軍 對不對 率領十字軍又要去東征了 另外一方面 你看他在這個 他的這個天然氣 天然氣 賺飽飽 人家說你比別人貴七倍 你的本土的跟我 到我這邊來賣貴七倍 這是什麼意思 對不對 這些我都覺得 梅克爾其實你可以看出來的 政治智慧 一個大的一個戰略 戰略智慧他就講得很清楚 所以我覺得歐洲目前在轉 到不見得真的是會用 因為俄羅斯的能源武器奏效 而是從戰略的角度來看 他們也看清楚 自己是這次最大的輸家 而且不能夠再繼續下去了 所以他還是堅持他的原始 俄羅斯要留在歐洲 那麼跟歐洲來一起解決 歐洲的共同問題 如果沒有俄羅斯的話 不可能的 所以這個歐洲政治共同體 我覺得第一個最大意義 就是沒有美國 第二個會留一個位置給俄羅斯 我想適當時機 他們可能把俄羅斯就會弄回去 所以歐洲正在轉變 這個轉變的速度 你俄羅斯戰戰來講 他現在四個月到五個月 其實算是不算慢 而且他給歐洲在政治上面 像馬克宏提出來的政治 政治同謀 公共同體 公共同體 真的是有一個很大的推動的助力 如果他真的成功的話 我覺得一個多極化的世界才有可能 因為美國現在 整個的策略 就是把多極發展的勢頭 拉回去單極 又是美國 又要稱霸 然後拉著歐洲跟他一起怎麼樣 到處怎麼樣 散風點火 所以這個世界 現在看起來歐洲還是有 他扮演的角色 終於有像馬克宏這樣的人 然後馬克宏還是在後面支撐他 所以我是覺得說快也會很快 那麼就很多大家 先從對俄武戰爭的 從處戰到處和 這個可能那個轉換點 很快就會出現 對 歐洲在部覺醒的話 可能會跟著一起陪葬嗎 尤其梅克爾他已經退休了 一開始大家都問他說 你退休要幹嘛 他說可以買菜等等 但是現在他每次出來講話 都很關鍵 尤其最近他就說 你不能把歐洲的安全 排除俄羅斯 另外你也可以看到 德法現在開始動起來 傳出20大後要訪大陸 譬如說蕭茲跟馬克宏 傳出11月要訪問北京 來會見習近平主席 蕭茲本來說 11月要走訪大陸 但是說先暫緩了 不過年底前應該會成行 待會要請倩姐來幫我們分析一下 馬克宏他也特別講到 這個政治的共同體 44個領導人 為什麼44呢 歐盟27 還有把英國烏克蘭 這些不是歐盟的歐洲國家 也都受邀 但是剛才大使說了 可是沒有美國 廣告回來繼續聊 大家知道我最近在下班之後 會化身小廚娘 來幫我紓壓一下 不過不要變成地獄廚娘 就靠一小罐就可以了 他是誰呢 他是浦湖浮澎喜萊登酒店推出的 海皇鮑魚干貝XO醬 小小一瓢啊 可是有大大的學問 當你在煮菜的時候 如果加過量重鹹的話 這講康皮不說呢 還會讓你的夫妻之間 有沒有可能會失和 不只調味重要 當然你的裡面的營養價值 絕對不能少的 裡頭有很多 像是呢 這大干貝 就有很多像是這20多種的胺基酸 其實對於你人體之間是非常有效的 因為它裡面有稠蛋白也是加分在加分 而另外呢 還有很多啊 剛剛講的是鮑魚 現在講的是干貝 因為干貝的部分 其實它是大多數 我們聽到的牛肉 雞肉等肉類 它的蛋白質是超過三倍之多的 裡面還有日斑 它可以幫你補充你的膠原蛋白 讓你看起來真的是水噹噹 哥哥 我好不好看 房四景華麗變身 徐姑姑也目瞪口來 狂貌粉紅泡泡 徐姑姑要唱歌給你聽了 要是突然有一個人 為你幫著你 來填你們家的坑 哇塞 這人在哪 在哪 中天娛樂台 週一至週五晚間10點 永慶房屋安家 好 剛才加大使特別說 在俄歐戰爭當中 美國可以說是名利雙收 尤其是利的這一塊來看到 馬克宏就開始罵 你美國天然氣怎麼賣這麼貴 他就特別喊話美國跟挪威 說這個兩國天然氣賣太貴了吧 贊成歐盟聯合來採購這些方式 他說我們不能付給你四倍的價格 歐盟委員會也說 美國跟挪威提供天然氣 這些替代品替代俄羅斯 但是非常不便宜 德國的副總理哈貝克也說 某些友好國家有時會開出天價 這很是問題 呼籲歐盟應該跟該國進行對談 美國賣給德國天然氣的價格 倩姐上禮拜告訴大家了 是俄羅斯的天然氣的三倍 更是美國自己國內七到八倍 然後倩姐你怎麼看 這個賺飽飽 對 所以我們用這個角度 可以回頭來看 為什麼歐派加 他會決定要減產而不是增產 因為大家都記得拜登去要求 沙烏地阿拉伯能夠增產的時候 本來是趾高氣揚的 因為大家也會記得 原先的Aremco 就是沙國的石油公司 是美國跟沙特的一個交易 就是用石油換安全的保障 然後他們共同的來開發石油 成為全世界最重要的一個定價機制 因為除了它的生產的量很大以外 那個石油交易所也是重要的定價機制 可是如果我們回頭來看的話 這個定價機制的力量 其實已經逐漸的被大家理解 因為它所給的東西 它必須沒有做實際的貨品的交易 因此它就會造成了一個石油期貨的 一個金融衍生性的市場 這個金融衍生性的市場上面 它的這些利潤也好 或者是它的損失也好 跟實際上沙特這些產油國家 他們從地裡面挖出來的石油 去賣出去的這個現貨中間 是有一個很大距離的 也就是金融的石油 跟實體的石油中間 它並不是一樣的東西 所以當大家看到美國跟G7說 他們要去對石油限價 限價目前他們是說要做44塊錢的時候 在無論是布蘭特或者是西德州 你所看到的價錢並不是在44塊左右吧 因為它在60幾塊70幾塊 然後馬上就回到了80幾塊 他們跟實際上在出廠的那個價錢 至於中間有像那個非常遙遠的距離 所以我想大家如果明白了這個機制 就是只有兩種石油 一種是在奇交所裡面 在做奇貨交易的 完全是一個金融遊戲的 是少數人可以讓它高就讓它高 讓它低就讓它低的這種 沒有直接去交付的石油 跟另外一個這些產油國家 他們所生產的石油 中間的距離很遙遠 因此你就會明白 為什麼當大家要去限價到44塊的時候 這些產油國家馬上他就用減產 來捍衛他的油價 因為他們不希望油價會降到44塊 因為他們明明知道 這些其他在上面 踏著他們的血汗 在做金融交易的人 還在做60 80 100塊的這樣的交易 甚至有很多的分析師認為 明年他應該回到125到130塊 因此產油國去做了一定程度的減產 他的目的就是要使得跟供需 跟戰爭造成的供應鏈 所造成的這些石油供需 而應該產生的價錢的波動 這個部分應該要留在產油國家 也就是說讓他們賣出去的價格 跟實際上面的這些 大家在講的全世界的狀況 中間的距離能夠縮減 如何去縮減呢 因為你如果看到那些在做60 80 100塊 在這邊交易的人 若是你等到你要平倉的時候 等到你要去 最後要決定要平倉的時候 你就必須要在現貨市場上 買回來去平倉 因此這些OPEC家的這些國家 就去處理現貨市場的價格 那麼按照分析師認為 當他們有效的減產 他可能可以在目前所設定的 限價的兩倍左右 也就是在80幾塊這個地方 能夠去維持他的價格的一個穩定性 那麼當然他就會跟很多那種喊著說 他要把他壓到40塊的這些投機 或者是投資人的中間 產生一種對沖的狀況 那麼石油的OPEC家 他們能控制的就是他生產多少 他沒辦法去控制市場上 給他多少價格 所以美國最近說要去用 Antitrust 叫反傾銷 反壟斷的方式 去處理這些OPEC家的國家 我想回頭問問 美國這麼多年來 都是在主導這個OPEC Plus 和他們在全世界的現貨跟期貨市場上 都是這一套遊戲規則 以前都沒有問題 今天有問題 因為OPEC家不聽話了 所以要用反傾銷 反壟斷的 國內方式去處置他們嗎 那如果這樣的話 是不是又回到我剛才講的 那個George Koo講的 美國是在做一個 Rule Based Disorder 就是說他在每個地方 他攪擾那個秩序 而且他用非常聚棒的方式 你只要不聽話 我就修理你 只要你不聽話 就修理你 但是這個議題 也引發大家的討論 要問一下亮哥了 因為來看到 大家都在針對於說 這個北溪二 那到底誰炸的 德國現在是有點敢怒不敢言 都不敢講美國 都可以講說 要跟那些國家好好來商討等等 北溪二被炸 現在傳出個消息說 管道出現損壞前 有一架P-8A的海神 海上的反潛巡邏機 從冰島起飛 美國海軍就說 這是例行的飛行 跟事件無關 但是美國人這樣的說法 另外這個北溪二 在德國人心中又是怎麼樣 最新的一個網絡民調說 94%的德國人認為 北溪被炸就是美國主使的 然後現在俄羅斯這邊也說 我們北溪二 其實有備用的管道 也很安全 如果你德國願意的話 可以馬上給你通緝 德國這邊網路的管理局的局長就說 現在德國家庭跟小家庭 這小企業必須要節能 至少20% 真的冬天要來了 現在德國還很熱的是什麼 像是搶買木材 非常搶手 甚至還說要詢問燃燒馬糞來取暖 但是在俄國方面 普丁說俄國通膨率 已經下降到13.5以下了 跟歐洲相比很多國家還要來得好 荷蘭通膨14.5% 歐元區很多都是來到10以上 然後另外 普丁的民調居然現在還是上升的 來到了81.1% 受訪者表示信任普丁 這個北溪 你講那個P8那個 我在上個禮拜我就得到這個消息 對啊 那也不稀奇 因為他本來就在波羅地亞那邊經驗 所以 可是你不會有證據 不會有的 俄羅斯 他普丁就說是安格拉殺生幹 他也沒有指美國 我聽到的一個說法是 有人嚴重懷疑是借刀殺人 是英國人幹 英國 大概是這樣 可是總之現在就是後果 事實上前天 有一個做經濟政策研究的一個機構 叫Rodian Group 他在中國有個分支 那個總編叫Noah Barkin 他寫了一個推特 這滿有意思的 他說蕭之又改變意見 他說11月3號到4號要去中國 又變第一週了 11月3號到4號 而且他將帶一個 企業代表團跟他一起去 這是他寫的 那很大的訊號 這個Barkin是德國通 因為他在做中國的經濟研究 所以他的 上次講說臨時取消 要延到年底也是他講的 OK 現在又變了 現在又變了 所以我認為 北溪這個事情確實 因為那個時候就傳出來說 德國覺得現在事態有點亂 他們內部要彙整一下意見 都還不敢講 對 所以他就說可能年底前 可是可能不是那麼快 他立刻就做出決定 就表示 我覺得會逐漸趨同 德國內部的意見 因為這裡面 很明顯就是他的經濟部長 你記不記得 那個Crowback 還在那邊講說 哈伯克 還在說要降低對中國的依賴 一開始 對 這北溪還沒發生的事 他是這樣講的 我認為 社平黨可能跟綠黨 可能快要分手了 因為你可以看到 綠黨這個國防 外交 經濟 常常都有不同的意見 對 我覺得這個 因為剛剛倩姐有講到 汽車工業的部分 就是說你不可能不要中國這個市場 他最大 而且德國前10名的企業 有4家是汽車廠 前10大 日本也是一樣 所以日本沒有跟上電動車 真的非常傷 甚至有人說今年 日本人人均GP可能會落後於 韓國跟台灣 對 沒錯 如果用美元計價的話 所以日本真的很慘 而且他未來汽車工業 搞不好在未來5年 會被中國碾壓 因為中國常常有一種現象 就是中國只要開始 進入某一個產業 那就開始產生價格破壞 到最後就會高度集中在中國 因為沒有人有他那樣的 國內的規模 所以當他做起來之後 他那個規模經濟就非常大 所以製造的成本就會急劇下降 這個很多產業都如此 面板也是這樣 太陽能的電池也是這樣 現在的鋰電池也是這樣 我認為未來C919也會這樣 對 就5000公里的那種 中層的距離的客機恐怕也是如此 所以德國當然 我覺得他們比日本比較沒有那個 比較沒有過去的戰爭 或者美日聯盟把你拉住 那種力量 所以他當然知道了 中國的重要性 所以我認為蕭之 應該已經下了決定了 這個跟剛剛介大使講到 賀鴻也做了決定 我覺得這兩個動作 實際上我明天大概就是要講這一類的題目 就是有很全世界的 對美國不以為然的各種力量 現在都在蠢蠢欲動 沙特也是 中東也是 對不對 巴西如果魯拉當選 左派 對不對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坦白說 拜登做的實在是已經 已經得罪全天下了 現在大概只剩下澳洲跟日本被他 還有加拿大 被他手好好抓著 當然還有一個地方叫台灣 還有立陶宛這些 就其他地方大概都已經跟他 覺得說怎麼會搞成這個樣子 所以人家也要自救 簡單講就是自救 所以我覺得德國人 熱賣民主也不能小觸 也不是傻子 法國人也沒那麼笨 所以人家即將 當然法國他因為是戰勝國 武昌 所以由他來號召 政治共同體 是比德國要順理成章 所以介大使剛剛講到的要害 他就是要跳過美國 還用說嗎 沒有美國 都不要被北約掐著 他會認為歐洲國家 要自己來解決問題 所以他一號召 就把英國跟烏克蘭都找回來了 事實上只有白俄羅斯跟俄羅斯 沒有被邀請 其他全部都來了 有44個國家 所以我覺得大概就是歐洲人 他覺得對於一些大的問題 大家總要面對 不然美國用北約掐著 你什麼政治決定都不能做 變成這樣 我覺得德國也是 德國就是要自救 所以可能到11月15 事實上坦白講 那時候拜登已經敗選了 就是11月15到12月 我認為會有一些新的 國際的氛圍出來 可能就是對這一段 這個曲折造成國際秩序 大亂的一段歷史要做一個節點 對 美國以前覺得自己是霸權 所以去施壓也好 或者是說做了一些相關的做法 都不會傷到自己 但是現在看起來 德國從來沒有針對北溪說 是美國幹的 但是德國人知道 隨性民調說94非常高 根本碾壓 認為就是北溪 這件事情是美國主使的 好 我們來看一下下一張 會長說現在歐洲有戰爭 接下來會不會帶到亞洲來 現在亞洲局勢非常詭訣的 包括了東北亞這個局勢 另外還有在台灣這個地方 先問一下介大使 譬如說來看到大陸央視 有公布的這些台灣 環島的 尋導的時候相關的影片 台灣的確就是大陸最核心的議題 二十大前夕有一本新書 中共用23萬字 要釋放統一台灣訊息 裡面談了很多 當然都是談過 和平統一 一國兩制 九二共識 反台獨 還有外部勢力 然後民族復興 國家統一等等的 另外新時代黨解決台灣問題 可能會寫到這一次的 二十大的報告當中 另外台灣這個地方 中華民國要國慶 但是這個引發討論是 台灣的馬英九前總統說 希望蔡政府不要用 台灣National Day 不是台灣國慶日 應該是中華民國 而且他也說 這個講所謂的兩岸 不是一個 是不同的國家 他覺得蔡英文不應該這樣子講 另外柯文哲市長也說 中華民國還是人民最大公約數 你好歹中華民國要留在上面 然後來看到大使 因為最近馬斯克他也特別說了 台灣設想一個 合理的特別行政區 可能大陸還會安排 比香港更寬鬆的安排 結果律委這邊非常生氣 趙天麟就說 馬斯克的論述不改 我們應該要抵制特斯拉 另外大陸的駐美大使秦剛說 感謝馬斯克說 對於兩岸的關係 應該還是要和平統一 還有一國兩制 重點是要解決 台灣的方案 他覺得這是 國家統一的最佳的途徑 對 其實對大陸來講的話 我覺得在過去 一年或兩年裡內 台海的局勢 越來越動盪的情況之下 越來越像兵凶戰圍這個方向 發展的時候 大陸事實上是 想要發生一個穩定的作用 他的方法就是把大陸的 對台灣問題的立場 越來越強化 論述越來越完整 這是應付大陸內部 那麼還有台灣這邊 還有國際社會 他的一個怎麼講 一個定調 就是要把這個調定得很清楚 讓這個 尤其像美國或者西方社會 很清楚大陸的立場 然後遇到挑戰會怎麼樣 來面對的一個 這個是很 對大陸來講非常重要 大陸內部事實上 也一直有很多不同的聲音 看這個情況以後 這個民意也有很大的變化 這次他還是基本上 大陸政府的方針 還是就是和平統一 不到最後階段 這個關鍵 都是和平統一的這個方向 我覺得很多人一直在對 這個大陸前一陣子就 大概有半年前吧 就提出來就是自台方略 這個文件的問題 其實很多人都很好奇 到底這個自台方略 是什麼情況之下 當然這個佩洛西 佩洛西來台灣之後 大陸的國際辦 發表了一篇長文 發表了一張文章 看起來也不是就是 原來大陸方面講的自台方略 很多人都在討論說 是不是大陸會對於統一後以後 那麼在台灣很多 他可能會採取的措施 做更明確的一個論述 做明確要怎麼做 因為過去大陸對於這一塊地方 都是就是說統一後 要怎麼做怎麼做 就是一個比較原則性 比較概括式的一些說話 所以外界的彩測就很多 不曉得這一次自台方略 他這個 是不是會有這一塊的 這一塊的這個 比較多的論述 這種論述的話 那麼事實上的話 不論如何我覺得 如果說它是很具體 或者說它裡面是有很多的這些 英文叫做incentive 就是說激勵的效果 的東西出來的話 事實上的話 我覺得會對於民進黨政府 會造成壓力 因為對台灣的老百姓來講的話 就是說兩岸不管將來 怎麼情況之下 分久必合的時候 如果對這個合的情況之下 是一種所知不多的情況之下 這種未知的狀況之下 任何情況下都是恐懼的 都是排斥的 因為這是人性 人都比較希望就是說現狀 然後未來如果說是 有正面的話 或者說現狀可以得到 某種程度很高度的保障 這個就排懼的心理 就會比較小 可是都不知道的情況之下 對任何情況 任何社會來講 任何國家 它都是會產生一種排去心理的 所以現在不曉得 現在不曉得 不過我是覺得這個是 在這一次 這一次二十大裡面 我覺得我們從台灣角度來看 是最值得我們注意的一個 是啊 這個二十大關於台灣問題 值得關注 廣告回來繼續來分析 星星發亮 是為每一個人 有天能找到屬於自己的星星 小王子有自己的B612 你呢 沒有比愛吃喝玩樂更誠實的愛 歡迎光臨 愛吃星球 兩個漂亮更要活得漂亮 歡迎光臨 流行星球 打造幸福居家生活 歡迎光臨 摩星球 為每一個勇敢追夢 努力生活的你加油 覺得金球 IG YouTube臉書 歡迎大陸 好 兩岸應該是要避戰 應該是這樣 要和平相處是比較好一點點 尤其在台灣這個地方 譬如說抗中真的能夠保台嗎 最近年輕人也開始討論了 譬如說台灣現在義務役 要從四個月變成一年 似乎成為定局了 國防部長邱國正也證實說 這個年底前會公布 延長疫期的東西 結果台灣網友就開始說 你年輕人有沒有想過 抗中保台疫期會增加嗎 引發這個大家的年輕人的討論 然後另外台灣這邊有智庫 黃坤輝教授基金會也說 全民如果要為台灣犧牲 一戰的決心嗎 結果只有41.4% 意思就是其實大家還是希望和平 另外來看到 針對於美國的部分 紐實說美國要把台灣 變成巨大的武器庫 要擁有什麼足夠力量抵禦等等 撐到其他國家能夠介入 要叫大家買標槍 刺針等等的 另外再來看到 除了台灣議題引發討論之外 美國不斷地 兩岸關係滿緊張的 東北亞這個局勢 最近也是滿詭決的 譬如說美國跟韓軍 在朝鮮半島的東部 展開了聯合海上的軍演 出動了雷根號等等的 但是就讓北韓也在受擊露了 兩週內的第七次試射的行動 其中來看到在4號的時候 還射了4600多公里 你看從這個地方飛過來 來到了日本的上空 那代表什麼意思 他說我也可以達到你美國的 關島的位置等等的 所以北韓他也在繡疾肉 美國只在用這一招就是施壓 譬如說在聯合國的時候 聯合國大使又說 要對北韓制裁 怎麼跟俄羅斯很像 大陸就說其實這個時候 你看到北韓會發射 這相關的東西導彈 都是在你在軍演前後 這不是孤立存在的 然後來看到是說 他其實認為美國 你不能是一味的施壓 這樣不代表會能夠解決問題的 今天我花了很多時間 看CNN怎麼樣講台灣 因為我們明天要慶祝雙十 他所描述的台灣裡面 並沒有講什麼人 讓台灣有十大建設 讓台灣的經濟可以起飛 沒有講什麼人造成了台積電 現在的這些榮景跟奇蹟 他就是從中國大陸來的國民黨 是一個可怕的壓制人權的 殘暴的政黨 一下就跳到今天 和平安全穩定價值同盟的 民進黨政府 所以我覺得我們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美國在這個過程中間 去動台灣的這個旗 已經動到意識形態的基層跟底層 若是你是一個美國的朋友 你只看CNN的話 你的結論一定是 國民黨不可相信 因為他們都殘暴的殺害台灣人 然後民進黨是一個非常好的政黨 完全忽略到了 在民進黨現在的統治之下 有許多受壓迫的人 從這個大的背景來看 我們可以看到現在 中國大陸在這一次的 無論是劉潔一的這本書 23.3萬字 或者是在佩洛西來了之後的 那個白皮書裡面 有一個新的重點 過去都是在談兩岸 可以自行去解決兩岸的爭端 還是在一個 算是一個內戰的這個結構上面 來討論事情 可是這次無論是白皮書 或者有新的 中國共產黨與祖國統一 中間都有兩個很大的重點 一個是反毒 一個是反台獨的毒 另外一個是防止 域外勢力的介入 那麼反台獨跟防止 域外勢力的介入 在這個新的書裡面 是這個十大點裡面的 第八第九點 所以它都是非常大的前提條件 所以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現在我們如果看亞洲的話 真的不可以只看我們眼前 甚至我們在看韓國的時候 也不能只看韓 朝鮮韓國跟日本 因為它都是聯動的 所以我們稍微回復一下歷史 在1950年代那個時候 美國其實本來已經放棄了 蔣介石的政權 對於國民黨政府是屬於放棄的狀態 韓戰發生了1950到1953 使得台灣重新被美國拉攏成為一個盟友 後來有美軍顧問團 也有中美共同協防條約 這個我想大家都很清楚的知道 但是我們很少人去看到 韓戰為什麼會發生 韓戰發生是1945年 在亞爾達的時候 英 美 蘇這三個國家 在我們所謂的亞爾達密約裡面 他們就已經商量好了 世界秩序要怎麼樣 他們商量好了怎麼樣 分區佔領柏林 他們商量好了戰後 怎麼樣去解決朝鮮問題 然後他們商量好了 如果蘇聯去對日本動武的話 日本要如何安排 戰後的秩序是什麼 三個國家在遙遠的 克里米亞的亞爾達 決定了我們的命運 中間最重要的一點是 1945年8月 就是日本決定 就是快要投降的時候 他們決定以38度線 你看我們現在明白了為什麼 38度線 38度線為界 南邊向美國投降 北邊向蘇聯投降 那麼因此 當時他們本來 羅斯福說希望能夠脫管二三十年 其他的國家認為 要儘快的讓韓國人朝鮮人 成立他們自己的國家 所以決定認為只要五年 所以他們是在二三十年的 托管跟五年 你想想看 跟我們現在看到的琉球的情況 是不是非常非常的接近 所以最後在19 應該是48年開始 他們就分別 南北就分別做了選舉 美國在南邊其實成立了一個 跟韓國人共同的一個美國軍政府 蘇聯在北邊並沒有成立一個 蘇聯的軍政府 他就用原來的朝鮮的人 去成立他的政府 舉行了他的選舉 之後兩個政權並不承認對方 所以產生了內部的長期的鬥爭 到50年到53年 就打了一場非常慘烈的韓戰 不是簡單的慘烈 是非常的慘烈 今天我們討論烏克蘭死多少人 韓戰大家前面當然 看過一個電影叫尚甘霖 韓戰的死傷是百萬人 百萬人 因為兩個大國 在主導他們的命運 給他們分別成立了政權 然後讓他們因為 在這個政權中間 互不承認的對抗中間 死了100萬人 好 所以我覺得我們今天回頭來看的話 我們真的要想想看 美國動台灣 是因為只要他動了台灣 中國大陸一定會動 這是中國大陸的核心利益 那麼中國大陸如果用武力來動台灣 可能就會受到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的制裁 或者是譴責 可是朝鮮去發射4600公里的 難道是為了對付南韓嗎 或者是對付日本嗎 我認為不是 他動這些地方就是 我不願意說是中國大陸跟俄國去動朝鮮 但是無論如何朝鮮的這個旗一挪動了 美國就需要去回頭想 而且美國東北亞的兩個盟友 不單是盟友 他駐軍的地方 他有軍隊在的 南韓跟日本 他要怎麼樣防禦 甚至在北邊的那幾個島 俄國開始放了冷靜的新的 超高音速的導彈 這些東西全部都在我們的身邊 正在發生 因此我覺得拜登他用 Armageddon 可能沒有用得很過分 因為在他的角度或是他的頭腦裡面 他真的在遇見一個世界級的末日決戰 Armageddon當然是 歧視錄裡面最後的那個大戰 打完了以後 世界就全盤毀滅一切重來 所以當美國在做這樣的計畫的時候 我們的亞洲人身邊的人 是不是要快快的跑 而今天我認為民進黨政府 還在一味的附和美國的做法 甚至在某種程度上 歡迎他盡量的來利用台灣 去主張民進黨所想要的 所謂的台獨 利用台灣 甚至在台灣去布大量的軍武 這些東西 在一個沒有戰略縱深的台灣而言 絕對是毀滅性 災難性 甚至是末日性的 剛才倩姐特別說 美國 英國跟蘇聯 當時在決定別人的命運 這個時候可以看到大國也在動了 譬如說就是美國 他在左右其他國家的命運 尤其亮哥你怎麼看 台灣如果真的發生戰爭的話 美國現在滿清楚 第一個讓你所謂的武器庫 跟烏克蘭有點像 另外彭博也說 台海開戰的話 最快狀況就是要協助撤離 台灣的工程師 意思就是台灣人 就是工程師最值錢了 然後說很危急的時候 又使台積電員工 搭上最後幾班的飛機 轉移陣地到美國去 最極端的應變就是 如果北京攻打台灣的話 就要摧毀台積電 我們以前剛剛討論這個時候 還是一個paper 現在看起來還是真的煞有其事 路透社訪問15位半導體的業者 高階主管 就開始說要草擬應變計畫 探尋台灣以外的製造產能 美國證交會最新的報告也說 有高達116個國家的公司 116家的公司 把台海緊張列入了運營的風險 另外再來看到的是說 這個央視其實他真的 也有秀出他的肌肉 譬如說他秀出了 東風21D 東風26B 跟東風41 這意思就是 美國你的航母我也打得到 本土我也打得到 另外還有包括了 在紀錄片當中有看到 東風26B的發射器等等的 當然最新的是 又披露了解放軍 陸基中段反導飛彈 中國大陸的媒體說 以前是過於先進不宜展示 這個畫面真的來了 其實你純粹就軍事角度看 你說台灣要變成很大的武器庫 這個說法也是有問題的 對 你要放哪裡 對 你如何不被炸 放警察局 你去看烏克蘭的武器庫 有多少個地方被炸 而且烏克蘭那麼大 所以他基本上要隱藏相對容易 我就不知道你台灣能夠放哪裡 難道你要挖 地道 而且你還要知道 中國有專地炸彈 所以你還要挖得很深很深 才能夠真的 有這個武器庫的效應 因為我們現在也還沒有看到 實際的做法 美國我覺得他已經想到了就是 就是台灣 而且武器庫如果你的交戰時間 是很短 你的武器庫搞不好也來不及用 所以他這裡面有很多假設 美國顯然就是假設說 你會被封鎖 所以到時候他基本上 要有這個軍員 事實上是送不進來 所以就必須要先藏在本島 是有這樣的一種假設 可是這是假設那個武器庫足以 支援這個長期的抗戰 烏克蘭已經打了快9個月 台灣有這樣的眾生嗎 所以我是覺得這個 坦白講要經過台灣內部的 軍方一些戰略的討論 不能夠讓美國直接幫你拍板 我知道我們的國防部 都是有不同意見的 他們不是這樣思考的 所以李啟民為什麼一直不是主流 這個你可以去了解 另外我覺得彭博會登這個訊息 坦白講台積電真正的資產是人才 因為他累積了那麼多製程的經驗 那個設備當然他累積在台灣 已經累積了好幾兆台幣的資產 可是真正重要的是人才 所以我覺得 要用飛機接走台積電的人才 這個很耐人尋味 因為可能就意味著 他會逐漸讓台積電 變成美國公司 這樣他才有一個法律介入的理由 比如說我隨便講 他可能在醞釀一件事 比如說你台灣就是缺電 所以不要講地緣因素 光是講缺電就好 所以台積電未來 兩奈米三奈米的製程 真的能放台灣嗎 你電力如果供應不穩定 他光是用各種研究機構 來寫你這個缺失 你台積電口號股價就要大跌了 然後他就那個時候 相對就會去講說你來美國 這個是第一個 與此同時我認為 他甚至會開始 想方設法讓台積電 變成美國公司了 我講的是法律上 他如果在法律上做到這一邊 比如說他等於是一個外資 只是在台灣 設分公司 不是 不是設分公司 就他大量的設備是在這裡 美國當然投資就會越來越多 在這種情況下他的外資又是 直到今天還是在71% 對 這個對於他要接走那個人才 就變成順理成章了 他要解救美國公司的人才資產 就變成這樣了 所以我認為美國再佈一個局了 那個局可能會造成比如說 你會在金融市場你會有 比如說地緣政治的風險 停電風險 我認為這種不利的因素 會不斷的被拋出 OK 然後一直拋出到 大部分的股東認為說 還是到美國比較安全 我覺得他正在慢慢 塑到這個輿論 我問一下亮哥的推理 我們推到後 台積電必須是 台積電裡面的工程師 至少高階的必須是美國人 因為他要這樣子 他才能夠用緊急的方式 在全世界撤僑 他有一個一定的SOP 第二點我覺得很重要的是 你去看紐時他講的 在台灣去放軍武 是為了美國利益 不是為台灣利益 所以他是不是就會變成是一種 外部勢力的干涉 反而加速了讓台灣 被推到了戰爭的邊緣 只要他的軍武 運到台灣的那一天 如果是台灣買的 我覺得還是說是台灣 因為自我防衛的要求 表面上會用成買的 這是不止 因為他們很多的 現在的那些法律 通過的東西 很多不只是台灣去買的 他有Line lease那些 所以如果說他超越了 是台灣要求去買的 而是美國在這邊 大量的佈局的話 那他會不會就構成了 外部勢力的干涉 他會不會構成了 無論是在 反分裂國家法 白皮書 或者是最新的 這個中國共產黨 與祖國統一的 這一本書裡面的 那個外部勢力的干涉 所以我一直認為 只要有 美國大量的武器到台灣 那是台灣最危險的時刻 最危險的時刻 大使 你怎麼看 第一個 美國要裂解台積電 這麼明目張膽 另外再來看 中國大陸就秀相關肌肉 尤其大家討論度最高 就是陸基中段反導飛彈 就是在中段的這個地方 把你攔截下 意思就是美國你的導彈 我是攔截得到的 台灣這邊又有一些改變 比如說台灣國防部長 邱國正說 海峽中線木器被中共毀掉了 所以現在國軍有紅線 如果大陸越過紅線 就會反制敵方的第一級 不限槍炮佔入領空也算 然後但是當然也有希望 和緩一點的 像是陸委會主委邱太三說 希望未來也許在過年的時候 能夠開放小三通 其實我覺得美國根本 對於將來怎麼撤台積電的這些 這些主要人員到美國 我覺得他都已經計畫差不多了 其實前一陣子有報導 其實台積電的工程師 他們最近也被公司徵詢 因為他外面在美國廠已經快要 他2025 所以他也很快了 所以他需要有人去進駐 另外日本廠也需要有人進駐 我看的報導是說 台積電大部分的這些工程師 寧願去日本也不要去美國 因為事實上美國必須要知道 他這個國家現在對於這種 科技人員並沒有那麼高的吸引力 那個收入看起來是比較高 可是美國那些稅 那些那種相對之說 高得嚇人 你看看現在以台積電這些工程師 這種收入 他們要住在竹北 你看竹北的房子蓋多漂亮 而且現在大批在蓋美式的別墅 所以美國能夠提供這些 台積電的年輕工程師什麼 你美國American Dream 對不對 一個Single Family House 對不對 就是你有花園洋房 一個洋房 然後以前還有一個汽車 對 你在台灣也有 而且你美國你那房子 一年的稅就1萬多美金 台灣的房子哪有那麼高的稅 所以美國根本不具備吸引這些 台灣高科技人才的 足夠的這些整體的吸引力 另外一個問題就是 美國憑什麼要把台灣的工程師 把人家簽到美國去 這不就綁架嗎 這是明明白白的綁架人才 對不對 這種國家自己這種行為 這是美國的 就是A rule based Disorder Disorder 對啊 這就是Disorder 人有居住遷徙的自由 你憑什麼把人家 把他裝到飛機上都帶過去 所以我就覺得這個荒謬至極 美國人這種 這種單邊的自立主義 發展到這種程度 居然而不自知 真的是笑死人了 另外一方面就是說 最近對台灣的這些一些 不管是儲藏大量軍務 我在美國都是 就是說 首輪的媒體都在談這些問題 就是要這樣做 我覺得美國也已經有計畫了 想法最好都有 你像邱國正講的 明年可能要就是 一南服役要一年了 現在就四個月 一年 這個美國人已經要求很久了 對 他說我們的後備太弱了 對 已經叫了好多年了 現在為什麼 現在為什麼蔡英文買單 壓力變大了 美國人就跟你講說 你就給我做 不要找 不要找藉口 然後美國這個大批人 老仔在那邊計畫 將來你這些台積電人怎麼撤 整個行動計畫 Action Plan 老早都有了 然後你說要放在哪裡 你的這個軍火庫要放在哪裡 他們也都有idea 不過我警告一下 將來他的那個 軍火處放在哪裡 那邊的房價必大跌 大家要小心 不要跟那個軍火庫為0 我們到底要放哪裡 我們高樓大廈 高樓大廈難道要放這個 所謂的軍火庫嗎 年輕人恐怕也要想想 抗中真的能夠保台嗎 抗中保台 疫情要增加一年 你要嗎 廣告回來繼續說 痛時至愛 卻取了未婚妻的閨蜜 恩徒 對不起 真的對不起 突然出現在眼前的人 是誰 向賀哥 恩徒 你認錯人了 一直從他身上看到恩徒 一直 恩徒 我好想你 週一至週五晚間6到8點 中天娛樂台 閨蜜的背叛 好 美國被說現在國力或號召力 越來越弱 包括了歐洲 現在看起來德法站起來了 另外在中東這一塊 倩姐再好好幫我們講一下 包括沙特是很打臉的 第一個來看到就是OPEC Plus 現在宣布說8月起之後 8月開始 8月的產能 開始來看到在11月的時候 要開始下調 每天是200萬頭 那就跳過了11月召開會議 下一次會議是12月4號 不就是針對拜登11月8號 你就不用想了吧 11月8號你這個期中選舉 你的油價看起來就是下不來 然後這次沙特還還滿故意的 譬如說這次會議邀請是 被美國制裁的 俄國的能源部的部長 諾瓦克去參加 另外來看到說 拜登你是仿沙特是一場空嗎 7月16號的時候 去跟人家要這些相關的石油 結果看起來是 沒有辦法達到了 拜登現在很生氣 就開始說你這是短視盡例 另外拜登現在說要釋出所謂的 1000萬桶的戰備除油 這些東西 然後美國這些議員就開始說 我要來控訴你操控能源 然後要報復行動等等 甚至還有議員說 我們要撤軍 從沙特跟阿聯酋撤軍 另外再來看到 人民幣現在也被說 成為俄羅斯交易所 交易量最大的貨幣 這也是歷史的時間點 來看到10月3號的時候 莫斯科交易所其實看到 人民幣的交易超過了美國 成為了最大的交易的外幣 我們先從OPAC開始講 就是說在石油的價錢價格裡面 我們平常看大概有 最近看有三個主要的因素 一個就是我們常常說的供需 所以如果它減產價格會往上 因為假定需求不變 你供給少了它就會長 所以一個是供需 它在控制的是需求 第二個就是石油市場的基本面 這基本面裡面有分成兩個 一個是現貨市場 一個是期貨市場 期貨市場最近新的 我們可以看到譬如說上海 有上海的石油期貨 新加坡也有交易一部分的石油期貨 阿布達比2021年的新的期貨市場 其實就是跟由沙特主導的 OPEC這邊的市場的一種平衡 所以說你有其他的期貨市場 在買未來的石油 它中間的價格就跟供需 並不一定是這麼緊密的 第三個相關的就是 全世界的地緣中間的緊張 包括戰爭 COVID 或者是前段日子的所謂 因為它中間有一部分是運輸 那麼所以這三個因素裡面 就OPEC國家來說 它第二個跟第三個都無法控制 它沒有辦法去控制 其他地方的石油交易 期貨交易的那些交易師 他們每天大量的在那邊 買賣的那些價錢 都跟OPEC國家沒關係 跟OPEC加國家沒關係 它也沒有辦法控制 這個geopolitical 就是地緣政治上忽然間決定 要放一個44塊錢的價格 封頂好像這些東西 它都沒辦法控制 甚至它也沒辦法去控制說 哪裡要打仗 哪裡不打仗 哪裡的供應鏈會斷 所以他們在為了自保 而不希望說 他們整個經濟的基礎 受到了這麼多外在的 這些因素的影響 而受到太大的灼傷 所以他們用減產的方式 至少你最後要跟我買的現貨 那個價錢會受到供需的影響 可以支撐他們的基本價格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次 上回大家記得 拜登去求他們的時候 他說也許我可以增加 每天10萬桶吧 對 然後又跳回來了 現在是200萬桶 對 10萬跟200萬桶中間 他所送出去的 跟供需相關的價格信號 是非常明確的 這也是看出來說 沙特和這些OPEC加的國家 現在在求自保了 因為以前你在一個美國 所主導的這個秩序中間 好吧 你們上面這些金融的玩家 賺很多 但是我們也賺得OK 現在發現說你們的金融玩家 甚至政治家 其實他們忽然間說到 44塊的時候 是沒有顧到我們死活的 所以完全是回到了一個 自保的狀態 除此以外 你可以看到EU又開始展開了 第八輪的制裁 所以這個第八輪的制裁裡面 包含的跟油相關的 一個是石油對於第三國家的出口 以及海上運輸俄國的原油 他就是要去圍堵或者是防堵 我們剛剛說的其他的國家 買了以後再轉賣套利的這條路 所以歐盟還在 EU還在做這些事情 然後吉達這裡的天然氣 開始這些美國的 歐洲的企業家 快快的想要進入 其他的天然氣的企業 成為他們的股東 Share Exxomobile 還有一個公司叫做Total Energies 都快快的想要進入 成為他們的股東 因此你可以看到 在利潤這個部分 西方的這些大公司 是絕對不會放手的 但是在平均跟公平的分配 價格跟利潤這個部分 美國也不會鬆手 美國不會鬆手 當然就是著重在自己的 美國利益 所以常常會像倩姐講的 Rawal Base Disorder 所以亮哥你怎麼看 George Koo講的 我們是引用他的一個手法 不管怎麼樣 美國自己是靠自己的美國利益 所以你美國自己通膨有問題 不斷的升息 然後美元變得很強 沙特他很多國家 他們都是怎樣 能源進口國 他唯一能夠賣的就是石油 就你又要他跟你一樣減產 幹嘛要這樣做 要增產幹嘛要這麼做 當然是為自己利益 尤其美國在中東又被說雙標 譬如說這個油 這個沙特不給 結果現在傳出來說 要鬆綁對委內瑞拉的制裁 你天天罵人家委內瑞拉 還不讓參加民主峰會不是嗎 然後說要允許美國企業 開採該國的石油 然後但是他會上當嗎 當初你在打壓的時候 其實也是普丁力挺馬杜羅 另外之前也說你施壓阿聯酋 你不要用華為 不然就不給你F35等等 但是未來有可能買殲35 又不用一定要買你F35 兩個 我跟你講我剛剛看到一個報導 說美國不是F35 裡面用到那個 中國的合金有沒有 他剛剛宣布豁免 一開始不是說什麼 因為他們每一架飛機都拆掉 我跟你講 他這個雙標已經不合理到了極點 他對俄羅斯的假肥也豁免 鈦合金也豁免 因為他需要 硬礦也豁免 當然答案都是需要 我需要就豁免 還有鋁 鋁礦他也豁免 然後要求日本 韓國跟歐洲 要全面禁用 這什麼老大 他持油不用所以要抵制 美國不 他就是完全都是雙標 你明明自己用BIS 在阻止別人要禁用 還長臂管轄別人 然後你自己 國會來關說一下你就豁免 就是這樣的一個政府 所以你為什麼最後 搞到所有的人都對你不滿 因為你自己就沒有以身作則 至少美國對這個減產 我認為拜登只有一招 他沒有別招了 就是只好再施放戰備除油 因為這個是最快的 但是他已經很低了 對 我知道 因為他本來大概都維持在 7億桶左右 現在大概只剩下4.7億 已經完全違規了 因為美國規定就是要維持 在7億左右 因為他有時候會有暴風雪 對 冬天又要來了 坦白講就是拜登 拜登真的是敗家 我真的是 因為這個戰備除油 從來沒有被這樣大量的使用 他完全就是用戰備除油 在自通膨 因為人員漲價 所以他完全是在救自己的政權 你為什麼不用別的方法 因為這個在美國是戰備 這個是要救急的 結果他一路走來 他已經釋放了將近1.8億桶 他就是用這樣在救自己的 民調 根本沒有治本來治能源問題 都是用這種治標的手段 不然就印錢 還發學貸獎學金 他就國債債務變31.1兆 對 我覺得這個人真的是 不負責任到極點 坦白說 就是你都不是用 治本的方式在面對 這個 因為他就是為了選舉 11月8號 你這個時候人員絕對不能漲 可是11月8號之後就隨便了 我的意思就是說 他就是要撐選舉 至於之後要怎麼處理 再說吧 因為委內瑞拉跟伊朗 都是俄羅斯的好朋友 而且都是OPEC Plus的成員 他怎麼可能跟你玩 在這個關鍵時刻 這個我認為不可能陪你玩 對啊 尤其你平常的時候 是怎麼這樣罵別人的 然後你之前罵王儲 然後之前去求他 結果王儲現在很達力兩巴掌 大使你怎麼看這個最新的發展 我們再看一下下一張 因為剛剛亮哥也特別說到 拜登被說是有點敗家 譬如說來看到 美國就被說現在 你這個投資機構 NDR就預測說 美國這個害慘大家 全球經濟可能衰退的 機率已經上升到了98.1% 另外歐洲可能在2023年 經濟溫和增長只有14% 世界銀行的估計 美國在2023年 溫和增長的概率只有37% 但是大陸2023年 實現溫和增長的機會有66% 美國來看其實被說 你就是欠了非常多錢 尤其他債務來到了多少 來到了31.1兆的美元 已經超過去年 23兆美元的國內生產的總值 所以才會被說 你不斷的怎樣 因為要討好選民 不斷的印錢 不斷的借錢等等的 你看債台高主了 美國的經濟有兩個好處 第一個他國家的力量大 他可以用國家的力量去修理 他的競爭對手 第二個他用美元 他可以無限制用美元 來收割別人的韭菜 可是這兩個他的兩大法寶 又正好是他對他傷害 對他經濟最深的 也是這兩個 短期他可以修理 或一次兩次可以 可是長期以後 你用國家手段 來行使保護主義 主要去直接去打擊別人的產業 基本上你會讓你自己的產業 越來越沒有競爭力 你反而會加強別人的競爭力 像大陸就這樣 大陸是在不斷的 這個惡劣環境裡面 別人不斷 尤其美國不斷的騷擾之下 大陸的產業 是在這個環境成長起來 美國那個環境是什麼 美國環境是 競爭不過國家 就叫美國的國家 公司競爭不過就叫國家出手 對不對 制裁打壓 國家出手就制裁打壓 對不對 有的時候這些產業 還有點競爭力 你美國從政治的角度 又來干涉 搞到最後 你自己的公司不賺錢 最後失去一個最大的市場 現在不就是美國的高科技業 不是就面臨這個問題 沒錯 所以美國這個國家這一隻手 事實上 國家保護主義 事實上 一方面是沉之於國家保護主義 將來也敗之於國家保護主義 那些企業都被怎麼樣 都被灌壞了 企業是不能夠灌的 你一定要讓他在這個 這個競爭的市場裡面 錯斷筋骨 自己爬起來 而不需要這種特權保護 越特權越保護 那個越沒有競爭力 另外美元來講的話 美元這種收割別人韭菜的方式 到最後現在什麼 現在誰都知道美國這個 今天控制不住的通膨 就是你鈔票印太多 大水漫灌 對 你大水漫灌 可以這樣搞嗎 然後你出了問題一次就在那邊 你一次 一年 現在人家預計到明年第一季 你是5%的 這個 這種升息 你真的叫別的國家不要活了嗎 而且你自己也壓不下來 所以就變成就是說 這個東西就變成怎麼樣 最後大家對美國 現在來講的話就是怨聲載道 怨聲載道 各個國家都希望怎麼樣 都希望去美元化 有另外一個貨幣來取代 人民的機會就來了 需要一個新的社會 國際秩序的一個致敬者 或基本上 既有國際秩序的捍衛者 因為美國現在已經沒有 沒有什麼國際者 Rule Base 這個Rule隨時憑著 憑著美國人的想法 在改變的Rule 所以大陸就問過 我們現在要的Systems 是聯合國體系的 一個國際秩序 既存國際法 為核心的國際秩序 美國現在這兩個他都不要 他講這個Rule Base 我真的很想跟布林肯來講說 你講的Rule Base 他的 我想請問一下 他的 這個制定法律的程序是什麼 對不對 你的Rule 你的程序是什麼 你如果要適用在全 所有國際社會的話 現在國際化的Rule 國際法要不然就是條約 要不然就是多邊條約 大家要參與 然後經過討論 然後經由一個公約的形式 來成為一個法律 成為一個Rule 我就想問你美國 你的Rule是怎麼產生的 對不對 你能不能告訴我 你在國際貿易上 你的Rule是什麼 對不對 在科技競爭上 你的Rule是什麼 你沒有辦法聽到我講Rule 你是美國人 閉門造機的Rule的話 那不能用的 這對國家不公平的 所以我覺得 現在美國真的就是說 光這兩點 我覺得他就是已經 他害慘了自己 也害慘了這個世界 像Jimmy Carter就講 美國你自己 要自己反省 對不對 大陸人家今天 發展到這個程度的時候 光一點就是他沒打仗 1949年以後都沒打仗 都沒打仗 多節制戰爭手段 你國與國之間 要解決紛爭的話 大陸可以說是 強國裡面用軍事手段 用的最少 你可以算得出來 對不對 韓戰 中英邊界自衛反擊戰 乘越戰爭 還有什麼 而且都不會打成 像今天俄武戰爭一樣 也絕對不會打成像這個 像這個什麼 像這個伊拉克戰爭 像這個阿富克戰爭 毀人之國 對不對 然後把這些國家搞成什麼 這個在裡面 打了20年以後 沒有目標的在裡面 中國大陸幾場戰爭都非常清楚 對啊 所以卡特也問得很清楚 就是說 你中國大陸那個高鐵 怎麼修起來的 你為什麼美國 一公里的高鐵都修不起來 你還要來怪中國大陸 那又不會怪你自己 你現在你沒有競爭力 就是因為你的運輸很差 剛剛我們講到 這些美國的這些港口設施 像Long Beach 每天都在篩港 效率太差對不對 設備也差 大陸的港是全無人化的 全部都是什麼自動化 那個效率就高 美國人不修 你因為你這個整個配套措施 都已經老舊 缺乏競爭力 沒效率 你整個的競爭力不夠 所以現在發覺這個也不如大陸 那個也不如大陸 你用手段就是國家保護主義 然後用你的這個 制裁 用你的人民 用你的美元 美元霸權 誰會服氣 沒有一個人會服氣 對 剛剛其實倩傑也特別說到 美國的這個所謂的港口 都沒有所謂的自動化 大陸自動化 為什麼你美國有公會 剛剛大使說的關稅問題 或亮哥之前也說的 這關稅的問題怎麼樣 一開始的時候 課了這個關稅 搞到後來工會擔心說 沒有關稅沒有辦法生存 倩傑你怎麼看 因為美國就被說 你不斷的升息 導致大家怎麼樣 聯合國也有現在相關預測 說你因為升息 會讓這個經濟成長率 現在是2.5左右 而且FED升息一個百分點 會使富有的經濟體 在之後三年減少0.5% 窮國更慘減少了0.8% 開發中國家用了3000多億 來捍衛自己本幣 對 所以我們簡單來說 美國至少FED前段也一直答應 他先升息 然後他還要縮表 到目前為止 縮表是遙遙武器 做得非常非常少 那麼他的升息 可能有一部分的流動性回到美國 但是他所有做的這些東西 都沒有再落實到 他實際上的經濟的那個三架馬車 沒有落實到投資 沒有落實到人民真的可以消費 也沒有落實到他將來可以出口 所以他的經濟 包括他的基礎建設 還是成就 而且沒有競爭力的 所以我還是簡單的說 那個Rule Based Order 我們剛剛說 美國現在在推的叫做 Rule Based Disorder 他只是用他自己的權力 但還有一個國家正在推那種 公平而合理的 有秩序的遊戲規則 Rule Based 就是Fair and Equitable Rule Based Order 譬如說你剛剛有講過的 中國大陸的基建能力 他建了中老鐵路 他建了亞萬高鐵 他建了華鑽營 他最近有那個 11個國家的13個計畫 11個國家13個計畫 那這些東西 為什麼我說它是Fair and Equitable 因為在西方學者 就會說是債務陷阱 但是你可以看到每個案子裡面 中國大陸他無論是用出資 或者是融資 就是銀行借款的方式 所承擔的大概都是7成到7成5 所以他所建立的這個秩序 是他出了錢去幫助你們在 高鐵 高速公路 書店 跟光纖網路上面 進入新世代的這個新的秩序 對Rule Based Order 美國現在被說是Disorder 那到底誰在維持這個Rule Based 您覺得是中國大陸還是美國 美國會不會班時砸腳 也是今天討論話題 謝謝大家收看 拜拜 想聽到真話 最強的監督 最好的選擇 中天新聞 歡迎光臨愛之星球 今天我們就要來試吃 網友推薦的好物 首先第一杯飲料 就在我手上啦 我要來試喝了 真的蠻好喝的 等一下 牙齒怎麼有點酸酸怪怪的 牙醫上次有提醒我 如果牙齒開始痠痛 可能就是牙周問題的前兆 不會吧 你要不要試看看水神漱口水 誒 對耶 除了飯後刷牙之外 使用水神漱口水 也可以輔助口腔清潔喔 甚至還可以降低牙周病的發生率 我現在就來使用看看囉 每次含20毫升的水神漱口水 30秒後退出 不用再用清水漱口喔 水神漱口水 榮獲國家體驗